如何避免气候灾难 盖资助 我们如何保持凉爽和温暖 您知道空调是为了对抗瘧疾而诞生的吗 这是真的 佛罗里达州的医生John Gory在1840年代 发明了第一台产生冷空气的机器 帮助他的病人从瘧疾中康复 Willis Carrier于1902年发明了现代空调机组 催生了空调工业 如今90%的美国家庭都拥有某种类型的空调 空调不再只是奢侈品 而是必需品 对于包含数千台电脑的伺服器急区来说 实现运算进步以及储存音乐和照片至关重要 如果您住在一个典型的美国家庭中 您的空调是您拥有的最大的电力消耗者 空间冷却是现在和未来电力排放的关键因素 空调与气候变化 到2050年 全球将有超过50亿台空调设备在运作 讽刺的是 运行空调可能会使气候变迁变得更糟 随着我们安装更多的设备 我们将需要更多的电力来运行它们 国际能源总署预计 到2050年 全球冷却电力需求将增加两倍 但还有希望 我们现在就可以采取行动 减少空调所需的电力 只需购买是厂上最节能的空调即可发挥作用 空调中的含浮气体也是一个问题 它们随住时间的推移而泄露 造成气候变迁的能力比二氧化碳强数千倍 但目前正在开发新方法 以危害较小的冷却剂取代含浮气体 透过制定提高空调效率的证据 到本世纪中叶 世界可以将冷气能源需求的成长减少45% 暖气系统的重要性 当我们谈论热量时 我们不仅仅是在谈论使空气变暖 我们还必须为淋浴 洗碗机和工业制成加热水 对于依赖再生能源的人来说 冬天仍然很艰难 在德国 冬季可用的太阳能量可能会减少九分之一 熔炉和热水器的排放量 在世界建筑物排放总量的三分之一 其中大多数使用化石燃料 而不是电力 暖气零炭之路 看起来很像乘用车的道路 尽我们所能实现电气化 并开发清洁燃料 来完成其他所有事情 热泵利用了气体和液体 在膨胀和收缩时温度变化的事实 它们的工作原理 是让一些冷却剂通过闭合的管道循环 在大多数城市 改用热泵的成本较低 在休士顿 这样做可以节省百分之十剂 建筑节能的挑战 西雅图的布利特中心 是世界上最环保的商业建筑之一 它产生的能量比消耗的能量多百分之六十 得益于屋顶上的太阳能电池板和其他节能技术 然而 其中许多技术对于广泛使用来说仍然过于昂贵 但我们可以透过超密封的维护结构 良好的隔热性能 三层玻璃窗和高效的门 以低成本提高家庭和办公室的效率 我们需要降低各部门的绿色一家 新的建筑法规有助于推广节能概念并扩大市场 降低成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